整个红海是乱成一国粥了,连美英法三国护航都不管用了,昨天美国军方再次宣布拦截了14架无人机袭击,在一艘英国商船遭袭之后,姗姗来迟的英国军舰第一时间就开始汇报战果,声称击落了一枚无人机,但没有说明击落来自哪里的无人机,再加上法国前两天也击落了两架无人机, 也就是说美英法三国,事实上都已经介入到红海这趟浑水中来了,尽管美国和以色列歇斯底里号召所有国家都加入红海护航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阵营中来,并且点名希望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但是澳大利亚给出的回复是正在研究之中,很明显不到万不得已,美国的这些小弟们,谁都不想跳到中东这个火坑里来跟自己过不去, 更何况进入红海的法国军舰,随即遭到野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也仅仅是击落自保,根本就不敢对野门胡塞武装发起道夫袭击,尤其是进入红海就挨打的英国,到红海来也仅仅是刷刷存在感罢了,这个曾经的海上霸主,如今连一只航母战斗群都凑不起了, 如果是军舰长期在红海战线,为以色列保驾护航,不但实力不允许,英国民众也不答应,我们看到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要求巴以停火的决议投了弃权票, 英国首相苏纳克受到英国民众和议员的猛烈批评,英国议员怒制苏纳克是美国的傀儡,由此看来,整个英国的风向开始变了,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如今的美国已经沦为了孤家寡人, 为什么这些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的西方大国,如今都变得如此克制了呢?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不允许了,所以说美国也好,英国也罢,想让他们长期无常的为以色列保驾护航,用脚后跟想想也没有可能,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而眼看美英不靠谱的以色列宣布,将向红海派出了四艘军舰,未来往以色列的商船护航, 但是这样一来,正中也门胡塞武装下怀,大家想想,胡塞武装连美英法三个大国的军舰都敢发起袭击,还会害怕以色列的军舰吗? 更何况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以色列商船,其实就是引蛇出洞,就是用来调以色列军舰的,而如果以色列军舰,真的在红海和也门胡塞武装摆开战场,红海地势狭窄,根本就不适合大规模作战, 躲在陆地上打游击的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以色列商船和军舰游刃有余,以色列军舰那还不等于送到人家案板上的肉, 我们看到被打击也门的美国军方,已经多次发出严重威胁,声称将不排除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定点袭击式的斩首行动, 但是每当美国释放出,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斩首进攻的同时,胡塞武装总会匡匡再来一番袭击,直接用行动打脸美国,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 感觉出来什么了,那就是红海危机再次升级,面对美英法三国军舰杀入红海, 也门胡塞武装是越战越勇,出手毫不手软,红海更加不安全了, 这个时候往返以色列港口的货船,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烫红海这汤浑水呢? 大家想想,出动军舰为货船护航,这是长久之计吗? 即便是以色列军舰没有被也门胡塞武装击沉,但护航长期坚持下去,恐怕要把以色列的裤衩子给排没了, 所以以色列军舰护航也仅仅是一句空话罢了,有人说也门胡塞武装这支草协军为何如此勇猛? 连美国、英国、法国的船都不放在眼里,就连大老美帝军舰多次遭到袭击,竟然还都不敢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本土,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国所忌惮的的不是也门胡塞武装, 而是也门胡塞武装背后的力量,也就是伊朗,就像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玩代理人战争一样, 这场巴以制战,伊朗彻底将美国代理人战争玩得溜溜转,也像美国一样,自己不出手而是用提供武器弹药的方式, 让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阻挡武装,都对以色列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使得以色列在加沙苦战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来自黎巴嫩和胡塞武装发起的进攻, 很明显伊朗这也是有意让以色列陷入持久战,从而将美国也脱入到中东战争泥潭之中,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是一个进口大国,90%以上的贸易是通过海上进行, 而如今也门胡塞武装不按套路出牌,另辟西境直接在红海为以色列摆下战场, 彻底打乱了以色列的后勤不给生命线,就等于是直接掐住了以色列的命脉, 说句实在话,这可比以色列在加沙战场上,死了一些士兵的损伤大了去了, 尽管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援助以及经济援助, 但是不要忘了如今的美国早就不负当年之勇, 何况深陷俄乌和巴以两场战争,自身又是深陷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 自己都已经焦头烂额,而一旦美国坚持不住了, 那等待以色列的将会是大崩盘的下场。 据法新社消息,法国集装箱乘引公司达菲海运集团, 和总部位于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分别对外宣布, 暂停所有通过红海的集装箱运输, 同时据路透社消息, 自今年秋天,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开始限制船制通行, 巴拿马运河出现堵塞,乐观估计会持续到2024年4月份, 届时如果雨季能够及时到来, 有望恢复正常同航, 两大航运动脉同时出现暂停运营的情况, 对于全球航运来说影响颇大, 这一次胡塞武装怕是要闯大祸了, 第一是以美国为例, 在10月份的时候, 只有5艘美国运粮船, 通过巴拿马运河驶往东亚, 而在2022年同时期, 美国只有34艘运粮船通过, 大量船只不得不绕路, 这导致美国粮食出口的成本变高, 所以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国家, 可能会面临一波粮食涨价, 与此同时大量船只绕路, 导致运在周期变长, 各国获取粮食的周期同比延迟, 所以不但粮食价格会上涨, 而且还可能会出现部分地区, 即使获得粮食, 也会出现有钱买不到粮食的情况, 第二是相对于巴拿马运河而言, 鸿海通道则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 每天都有大量的原油货轮, 从鸿海运往世界各地, 而当前因为胡赛武装的拦截, 导致部分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运输通道, 所以全球能源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于一些能源储备不足的国家,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市场上流通的能源总量减少, 而需求在不断增加, 所以价格上浮是必然, 只不过目前只有部分国家暂停, 所以还不足以影响全世界, 我认为两大航线同时出现暂停运营的情况, 可能会导致能源、粮食供应出现问题, 但是相对于巴拿马运河而言, 鸿海的问题更好处理一些, 第三是巴拿马运河的拥堵纯属于天灾, 干旱影响水库系统, 从而导致运河水位无法满足同航需求, 而鸿海则是人祸, 因为胡塞武装宣布, 对以色列相关船只进行拦截, 此前也成功扣押过货轮, 所以各国不得不绕行, 按照官方描述, 巴拿马运河的情况, 在2024年4月份, 或者5月份可能会有所缓解, 但是鸿海局势要看巴以冲突发展的情况, 如果以色列依旧拒绝执行联大立即停火决议, 那么这一拦截行为还会持续存在, 美国虽然有意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但是后者是民间武装, 完全可以避而不战, 等到美国军舰离开之后, 继续进行海上拦截, 简单来说, 要么美国不惜代价为货轮进行长期护航, 要么就想办法让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区的屠戮, 缓解区域矛盾, 从而让胡塞武装停止拦截, 我认为按照当前以色列的残暴程度来看, 估计2024年年初会有一个停火方案出现, 一个多月已经引起全球谴责, 再多坚持一两个月, 估计以色列也不得不放弃侵弱。